本节目由90玩具 Poletown Store 赞足播出 有玩PTCGL的线名 可以到Poletown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带来是新卡情报三分钟 其实就是宝克词的新卡版本 用约末三分钟时间来细说新卡的用途哪些 非红不如的情报还来不及更新 日本用抢先公布的下下赞的情报 也就是今天要来介绍的变幻假面 如同扩充包的名称一样 主打恶鬼Pol的多变打法 又能近期什么火花呢 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 还没订阅的帮忙订阅一下吧 会议就是开启了 若想提前知道大量发展的卡片 可以加入来观看会议限定文章 1.恶鬼Pol 必朝面具 HP210 操作性基础宝可梦 它已经假如这只宝可梦在备战区 不会受到招式的伤害 特性在自己的回合时可使用一次 从自己的手牌选择一张基本草能量卡 赋予这只宝可梦 然后从自己的牌库抽出一张卡 招式三朝打基本30 增加双方战斗宝可梦身上的 附加能量乘以30点伤害 可填能给自己来抽一张牌的特性 这特性老人说还不赖 投入在阿尔座斯奇拉蒂娜的牌组中 搭配能量转移后 可解决第一回合 无法填能量给阿尔座斯V的问题 甚至拉阿尔座斯VSTAR不用双重涡轮能量 第一拳就打出200的伤害 后期万一顿挡小田一颗能量 一颗搭配铁斑叶叶克斯来及时输出 虽然招式本身需要三颗炒能量 但面对喷火龙叶克斯时 刚好用这三颗能量加喷火龙叶克斯的两颗 合计360的伤害来昏厥喷火龙叶克斯 二 恶鬼碰 火罩面具叶克斯 HP210 火属性基础宝可梦 他已经只要这只宝可梦在被战区域 不会受到招式的伤害 第一招一火两无可以使用 造成这只宝可梦身上放置的伤害指示物乘以20点伤害 第二招三火打基本140 若对手撞到宝可梦为进化宝可梦 则增加140点伤害 在这个情况下 真正是宝可梦附加的能量全部丢弃 火属性可利用熔岩的瀑布山坛甜能 同时累积自身的伤害指示物 让第一招来增伤 第二招则能针对进化宝可梦来打到280 除了基础叶克斯贴富勇气护服打不窗外 这280的伤害刚好能昏厥宝可梦VSTAR 原本火属性基础叶克斯的打手为260的破功焰叶克斯 以及最高220的炎帝V 如今火属性也拥有了280的漂亮伤害 不过打完这280需要将能量丢弃 除非能够持续去战或收尾 不然不建议前期进攻 3.恶鬼碰水井面具叶克斯 HP210水属性基础宝可梦 太金只要制止宝可梦在被战区 不会受到招式的伤害 第一招一无打20 在下个对手的回合 受到这个招式的宝可梦无法撤退 第二招一水两无打100点 若希望选择3个这只宝可梦身上的 附加能量放为牌库重启 在这个情况下 对手的一只被战宝可梦也受到120点伤害 缺属性基光辉甲和人蛙后 又同时能对被战区输出的宝可梦 相较光辉甲和人蛙来说 优点时能量回牌库 且抽率宝可梦不会掉 缺点时两张将双卡的他有风险 能量一水两无来说 看你想搭几集龙或放竹田能都行 4.恶鬼碰 褚石面具EX HP210 斗鼠性基础宝可梦 他已经只要这只宝可梦在被战区 不会受到招式的伤害 特性这只宝可梦不会受到 拥有特性的宝可梦的招式伤害 招式一斗两无打140 这个招式的伤害 不计算弱点抵抗力 与对手战斗宝可梦身上的附加效果 这张斗鼠性的褚石面具 老实说已经在做坏的边缘了 特性不受到所有特性宝可梦的伤害 招式需求也是相对灵活的一斗两无 怎么看都很搭上次介绍的放逐爪王V 会说快做换是多了不计算弱点 不然这140的伤害乘以2直接280 就真的太强 5.鬼之假面 5.品卡 从自己的器牌去选择一张名称 有恶鬼碰的宝可梦夜克斯 与自己场上的一只名称 中有恶鬼碰的宝可梦夜克斯互换 所附加的卡 上一只失误 特殊状态效果等全部保留 换下的宝可梦丢弃 恶鬼碰夜克斯专用的猎木 同样的能力变成了相对好用的物品卡 而恶鬼碰夜克斯除了草属性外 招式都可用两无来输出 加上必草假面能够甜能 没意外想打鬼之假面的话 会以草属性为主 不知菜种是否能给予活力 小可惜是恶鬼碰本算 不管哪个假面都有草属性 如果这些假面都是草能量的话 会更加灵活 6.恶鬼碰 必草面具 HP110 草属性基础宝可梦 第一招15可以使用 从自己的牌库选择最多两张基本能量卡 再给对手看过后加入手牌并且冲洗牌库 第二招一炒15打基本20 增加对手的备战宝可梦数量乘以20点伤害 可简单地有两颗能量输出 长驻3-4张的话可打80-100 看到这些恶鬼碰的伤害量偏低 加上恶鬼碰在本传的招式容易命中要害 不禁让我去思考是不是会出专武及腾棒呢 好的 今天的介绍 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你有看好哪张恶鬼碰夜克斯呢 都欢迎留言与大家讨论 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之后 影片结束 拜